三个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消息,让全世界的人精神紧张。 第一个消息是北约各国开始实施对乌克兰的援助,据称北约可能出动战机,对一支俄罗斯车队进行了轰炸。 目前俄罗斯地面部队的作战计划,可能包括攻占利沃夫地区,这是乌克兰最西边的一个州,从而阻断北约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路上通道。 但是在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情报援助,甚至可能亲自出手以后,俄罗斯地面部队的行动难度大大增加。 倘若俄罗斯地面部队没能阻断北约的路上援助通道,那么原本计划中的速战速决,就可能会拖成一场长期战争。 战争一旦偏离原本的计划,会变成什么样子?没有人能够百分百预测。 最坏的可能性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,发生之间武力对抗甚至爆发战争。 而两个拥合军事大国,直接爆发战争,很可能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。 即使将是全人类的灾难,三战会不会爆发的关键,就在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是否可能爆发战争。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存在不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,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不大。 之所以说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,是因为现在乌克兰局势愈加恶化,北约参与程度越来越深。 从一开始的舆论战声援乌克兰,到有限度的物资支援,再到对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,以及27号可能的轰炸俄罗斯车队的行动。 可以明显地看出,北约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力量越来越多,随着北约不断陷入这场战争,在这场战争中的参与力度越来越大,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只是时间问题。 而武力冲突一旦开了个头,就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。 最坏的情况是北约和俄罗斯冲突一步步升级,最后演变成一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。 当那个时候作为北约老大的美国不排除亲自下场,和俄罗斯直接进行武力对抗,爆发战争的可能性,好在美国和俄罗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存在,但是不大,首先就是北约和俄罗斯目前还相对克制。 北约对乌克兰战争的干涉力度还不算大,目前也只是稍微阻挡了俄罗斯的进度,还没有到改变战决的地步。 俄罗斯方面的提高核力量战备等级,和准备撤离欧洲侨民,目前来说也还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,希望能够让北约做出一定的退让。 这说明北约和俄罗斯双方还保留有一定的克制,双方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恶化。 如果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没有直接冲突的话,美国自然也不会和俄罗斯直接冲突。 而且从美国自身的角度来说,美国也不希望同一个军事大国发生战争,直到现在金融危机的深刻创伤,还在影响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状况。 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长达十几年的战争,也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国力。 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,现在在中东非洲这些地区搞搞反恐行动,在亚太地区搞搞自由航行还行。 但是一场和军事大国之间的高烈度战争,很可能会掏空美国的家底,从此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。 所以在局势可控的情况下,美国断然不会选择和俄罗斯爆发战争。 然而战争并不是百分百在人们的控制之中,很多时候战争的走向会超出控制,走向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向。 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直接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,因为战争的走向难以预测。 但在目前双方比较克制的情况下,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。 没有人希望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,因为这将会给全世界带来严重的后果。 俄美之间若爆发战争,很有可能将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。 乍一听起来这可能是危言耸听,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美俄在世界上的影响力,就会发现这不仅是可能发生的,而且是相当大概率的事情。 亲说美国这边,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领域对世界影响深远。 同时美国是北约的领头羊,美国一旦河水开战,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,也不是只在军事上一个领域进行较量。 比如海湾战争,美国就集结了多国联军多达70半人,伊拉克、阿富汗等战争,也是以多国联军的形式参战。 美国擅长使用舆论战、经济战等手段发起攻击。 比如这次乌克兰战争中,美国就充分使用舆论战孤立俄罗斯。 所以倘若美国和哪个军事大国打起来了,那必然是美国带着一帮小弟下场。 从经济舆论、军事等多个领域发起攻击,那样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,很多国家都将会被牵扯其中。 而俄罗斯也在中东、非洲等地有不少势力范围,这些势力也很容易跟着俄罗斯一起,投入到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中。 也就是说仅仅因为地缘政治上的影响,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,都会牵扯到欧洲、中东、非洲甚至亚洲,升级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低。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,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是数一数二的核武器大国。 两国之间的战争,倘若没有得到控制,就可能会升级为核交换。 最近十几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不良,许多地方发生动乱,甚至出现不少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。 而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矛盾频发,可以说这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局势很相似,而现在没有像三十年代那样爆发世界大战的原因是,核武器的威慑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。 而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开启和核交换成的先例,那核武器的威慑效力将会大幅度下降,再难起到威慑的作用。 这将会让现在国际上的许多矛盾爆发出来,世界大战也就无可避免了。 所以美俄之间倘若爆发战争,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,极有可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在世界上。 迄今为止的两次世界大战,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,也重塑了整个国际政治体系。 虽然二战以后,局部战争时常爆发,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和平的。 没有再一次出现世界大战,联合国体系的协调作用功不可没。 不过经过几十年的运转,联合国体系如今也暴露出不少问题。 如果世界继续保持现状,那问题还不严重。 但万一再一次爆发世界大战,那就意味着联合国体系彻底失效。 现有的联合国体系,很可能被另外一个国际协调体系所取代。 而前每一次世界大战中,都有一些国家就此衰落,而另外一些国家承受而起。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就发生了一次交替。 如果爆发新的世界大战,美国很可能保不住国际体系主导者的位置。 既是又将是一场世界中心的交替,一次国际体系的重塑。 前面又提到,假如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战争,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,很可能会出现美尔两个和大国之间的和交换。 这除了会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以外,还会给未来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。 在二战结束以后,人们已经保持了近80年,没有世界大战的和平局面。 这除了联合国体系的协调功能以外,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至关重要。 核武器是人类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武器。 在核武器强大威力的威慑下,几十年来大国之间特别是拥和国家,都不敢随意发动战争。 核武器的巨大威力也仍有核国家,不敢在战争中随意使用核武器。 降低了战争带来的伤害,但倘若美俄两个爆发战争引起三战,而两个之间进行了核交换, 那么核武器就不再是那个,靠威慑保持和平的存在了。 核武器将会退下威慑的光环,成为一种威力巨大但可以使用的武器。 有了核交换作为开头,有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顾虑就会大大减少。 这将极大地增加战争的破坏力,因为核武器将会被投入使用。 所以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爆发。 核武器。 communities easy to be resource you do 竹